大家好, 来到《至多夜讲》 今次一个快讲就是2025年9月 这个Apple新产品发布会 首先是预, 应该说是没有惊喜地 完全没有惊喜 iPhone 17, Apple Watch Series 11 又是薄一点, 相机高解长度 完全是好像功课都没做好 然后就交着来顶着先的感觉 对于用家的体验来说, 我觉得是完全近乎亮 但我觉得有一点, 有点亮点, 有点惊喜 就是这个AirPods Pro 3 不是耳通是什么这么厉害的地方 就是预设是什么加音更厉害的地方 但它有一个新的功能 我觉得是有点未来的影子 开始实时翻译 Live Translation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 其实不要小看它 其实它背底类是配上Apple AI技术 就是说是Apple Intelligence的技术 它可以容许到, 就是当你去用AirPods的时候 可以跟到面对面的人去聊天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做到即时翻译 即使说你想想一下, 你是在日本 然后你带着AirPods的人 那对方说日文 那你的AirPods听到日文的时候 它可以即时翻译 做广东话给你听到 那这个就等于好像 用现在来说, 就是即时全译 那样, 就好像一个翻译员在你旁边 那样, 而且呢, 如果大家两边 都有带AirPods Pro的话 就更加厉害了 就是说, 完全好像是一些国家元首 那样, 大家对话, 大家各自说回自己的 但是呢, 听对方呢, 就听到 可以是听得明白的 那, 这一样东西我会觉得呢 是, 惊喜是在于, 这个开始有 小小小, 小小 是有一种虚异实景 就是说是那个Virtual Reality 的, 开始有小小的影子 就是, 好像是大家 处于在同一个现实里面 但是大家所去听到的东西 和说的东西, 是开始不是 就是, 开始进入一个虚异的世界 就是, 我听到你说的 其实是, 经过个异讯去翻译了的 这样, 经过AI翻译了的 那, 这一样东西我会觉得呢 未来是会更加厉害的 那, 当然, 华为消息呢, 就是 就是, 现在暂时他刚刚推出呢 只是支援五个语言 英文, 法文, 德文, 葡萄牙文, 和西班牙文 年尾呢, 就会支援了 普通话, 意大利文, 日文, 和韩文 广东话呢, 就暂时未有声气的 那, 这个就, 较为失望 但是, 我觉得都 都是下年的了 那, 我说回一些评论 我会觉得呢 他这一步行得算是挺漂亮的 因为对于Apple来说呢 他最大的挑战就是AI 虽然他搞十小都没搞得到 那, 这个是远远落后Google的 所以, 例如Google 人家电话那些Pixel 那些AI功能呢, 已经是非常之厉害了 那, 但是Apple现在 我认为他依然这个宝类 这个宝类是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他整个生态系统 就是他整个Ecosystem 比如说, 例如你有iPhone iPad Apple Watch 或者Airport 等等, 你可以有不同的组合 那, 你本身这个 你用着这一套系统 其实里面很漂亮的 连接住 例如你过相 那些东西 完全是很方便的 那些contact都存在 那, 就算Google 它出了一个Pixel AI很厉害的电话 你都未必会那么容易 会想转 因为你一转走的时候 就和其他本身建有的Apple的产品 就很麻烦地拼合不了 而今部 Apple做得好的 就是说做得奸 就是其实它Airport Pro 其实它这个live的即时翻译 其实它是配着Apple Intelligence 即使说呢 其实呢 这个位置很罕见的 就是你不需要一定用iPhone 17 你用iPhone 15 Pro 或以上 即使用到Apple Intelligence的iPhone 就可以了 而且呢 在那个耳机的方面 都不用一定要upgrade 去到Apple Pro 3 你用Apple Pro 2 或者Apple Pro 4 都用到 多慷慨 是不是 它不会借这个位置 逼你upgrade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想你继续 锁住在这个Apple的生态圈里面 它现在暂时 AI那里 实际还没做好的时候 它暂时推出着这些 可以令到大家暂时都用这套系统 那这个我觉得一步是 对于Apple来说 是行得是 我觉得都有意思的 那 而且我觉得是 交位 即是唯一一个 我觉得值得去 去 去 去留意的地方 好 那今集就讲到这里先 遲些再慢慢谈 拜拜